HELLO 大家好,我是Channel 隨著歐洲國家杯踢完 暑假旅遊旺季亦踏入高峰期 仿澳旅客上升,帶動賭收亦回湧 有投行引述行業的渠道指 8月5日至11日 即上星期日均賭收回升至6.57億元 花旗發表報告指 基於行業的資料 澳門8月頭11日的賭收或達到71億元 意味著過去一個星期日均賭收是6.57億 因為暑假房屋的旅客似乎持續增加 另外,貴賓廳收入按月雖然跌了2至3% 但中場升了6至8% 貴賓廳的贏率略高於正常水平 我再補一條數 他們維持8月賭收有200億元的預測 意味著8月余下日均賭收 保持大約每一日6.45億元左右 另外,摩通亦發表研究報告指 澳門上星期賭收持續改善至日均6.57億 反映暑假中場博彩消費需求穩健 較6月和7月的日均5.9億和6億要好 他們預料中場的賭收 在疫情前水平的110% 貴賓廳收入在疫情前的21至25%水平 但維持8月的賭收預測在190至190億不變 實際上7月都感覺不太旺 可能內地放暑假的時間推遲了一兩個星期 去到8月才感覺人流越來越多 不過可惜的就是現在已經到8月中 還有兩個星期暑假就會結束 踏入9月又會進入淡季 去到10月希望黃金周又可以多些客人 補回6、7月因為歐國貝少了 這集就看見《雙思情》 下次再見